咱们刚才说了 这个区块链 区块链可以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从理论上讲 就是做这个程序的人都跟我讲 一个是区中心化 第二个 一旦这个区块链 所有的机构和个人都用了以后 就会解决这个撒谎的问题 为什么呢 它的记录都是真实的 那么如果这一点 因为它这个密码是很难被改的 而且它这个记录越多 被篡改的可能性越小 基本上就是零 这就很好嘛 那有一个应用 比如说以后我是保险公司 我卖这个合同 合同的管理 我有一个十年的合同 你如果所有的保险机构和个人 都这个上网 跟这个区块链联起来 那这不是很好吗 对吧 而且不能伪造 这个很好 但是我一直有这个问题 然后这段时间 每次碰到一个区块链的专家 我就问他同样个问题 我说这个一旦交易发生 这是不能被篡改的 非常好 我说我如果假造合同 你知道吗 他们说这个不行 这个没法解决 因为它去了中心化 没有人监管你 你这合同的真假 它无法识别 我觉得这去中心化上 确实很好 防伪这个很好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核心的问题 就到最后 我可以相信区块链这个技术 一旦这个开始应用以后很好 但我相不相信 用区块链的人和公司 我觉得这个问题 至少对我来讲 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真正解决 这个核心问题 能不能被克服 能克服多少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呢 就是它还是有些什么缺陷 然后呢 这些缺陷呢 可能有的缺陷 在短时间内 马上就可以弥补 速度可以弥补 算法其实也可以不断地提高 但是有一些本质性的问题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对